不是主动的 是被动的 什么叫被动呢 按摩就叫被动 你如果被按摩了 你的筋骨就会变得非常的好 我们有例子 这事不能瞎说 宋美玲 蒋介石夫人 活到106岁 活到106岁这时候呢 儿子们都走了 孙子们也都走光了 老太太心静如水 每天注重还要打扮 很少动画 但是呢 它是被动的活动 坚持按摩 每天午睡和晚上 临睡前呢 两名护士轮流为他按摩 那要从哪按摩起 那按摩可复杂 不是我们这种按摩 哪疼按哪 不是 他是从眼睛脸部到胸部到腹部 再到下肢脚背脚心 全部得疏通 这种全身的这个按摩呢 使他血液循环 因为你自己不主动的活动 你的血液循环就会很差 所以除此以外呢 他还要坚持阅读啊 读读书啊 活动脑子啊 看看书画呀 再加上有虔诚的信仰呢 在这个少吃啊 所以人就活到了106岁 他不仅仅是晚上午睡时按摩 早晨还要按摩 醒了时候不动 由别人给你按摩啊 按摩一下按摩 让你筋骨都活动了 这有一点 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随着年龄的增长 早上醒了的第一件事是不动 醒了先不动 先让自己慢慢清醒 清醒了以后 一定是蠕动 以最缓慢的动作做起来 坐在床边上 待一分钟 两分钟三分钟最好 然后再站起来以缓慢的运动啊 缓慢的动作去到你的卫生间 如果你一番是跟年轻人似的 就蹬着就起来 撒腿就往卫生间跑 很容易出问题 你知道有很多人呢 在七八十岁的时候 都是清晨突然起来上厕所 去世的啊 就是你的身体的机能跟不上你过去的这个记忆了 所以一定要缓缓的这个动作啊 尤其到岁数大了啊 一定要爱护自己 有时候你可能很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就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啊 就生命在于什么 我们讲了这么多条啊 就说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长寿啊 生命过去说生命在于运动 生命在于劳动 生命在于活动 生命在于蠕动 生命在于不动 生命在于被动 这六层关系 其实哪一层适合你呢 你也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敢说 这有某一条一定适合我们所有人 不可能 每个人都会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你觉得生命 劳动对你的生命有好处 你就劳动 你认为不动对你的生命有好处 你就不动 你认为被动 你又有条件 那你就被动 都可以 我们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呢 都不是必然的 都不一定适合于你 比如说啊 我认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是老红军参加过长生 那么记者采访他 就说呢 您呢 跟大家聊聊长寿的秘诀 他就这样对着电视说呢 说第一 要多吃肥肉 因为小时候太穷了 到一百岁的时候 依然觉得肥肉好吃 然后这个记者就心里想 这条拨不出 那么第二条呢 第二条呢 就是不运动 这有备于我们过去对传统长寿的认知 那记者还不死心就问 第三条呢 老太太说 千万不要听医生的 这记者就愣了 怎么不能听医生呢 医生说的都是对我们好啊 老太太说 那他对我不合适 那么影响我们生命啊 我们长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现在可以确定的 第一是基因 基因有点悬啊 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更悬 过去的说法就说 你得有这命 这就是基因 你基因是不是强大 是不是好 这很重要 第二呢 是环境 你如果是一个恶劣的环境 比如天天PM2.5 500以上 是吧 比如我们有很多污染 水污染 严重的村落 地下水都污染了 那是什么癌症村 那你一定不可能长寿啊 那是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清洁的一个环境 第三呢 就是良好的心态 放松的心态 与世无争的心态啊 你唯一能改变的呢 是你的心态 是吧 你比如我们刚才说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基因 你肯定不能改变 你生下来 就是你的命 命是不能变的 有人老说啊 命是不能改变的 运是可以转运的 没有人能转命 那只能转世去了 第二呢 环境你个人是很难改变的 比如我们的PM2.5 我们自己改变不了 但是心态自己能够改变 自己能够调整 遇到不愉快的事 尽可能的排遣 那么你人生的在于什么呢 在于你人生一定要放松 这种放松呢 首先是心境的放松 我们生活中啊 就是让你紧张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我们做交通工具啊 过去你都是走着 你就不紧张 你现在要坐汽车 要坐飞机啊 你有机会了以后还要坐火箭 你肯定心境啊 都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你就一定要想办法放松 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大 学习压力也大 在这些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多调剂自己 比如说出去走一走啊 看看闲书啊 欣赏一段相声啊 看看嘟嘟啊 都可以 让自己的心境放松 放松你就能够长寿 为什么想多活呢 不为什么 就是怕死呗 所以人就一定要想办法多活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讲生命在于运动 这我们说了很久了 我从小就听这句话 生命在于运动 所以不停的参加各种运动 从小呢 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比如踢足球 踢的不怎么样 也喜欢踢 打篮球 打的还算凑合 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排球算了 排球没怎么打 喜欢 这个体育运动 只要是一参与 就是出汗是正常的 过去我记得 我们小时候打完篮球 跑回来 对着水管子 那什么 就拧开水管子 嘴巴接上去 咕嘟咕嘟先灌一水饱 那时候也怪了 这为啥感觉也没有 喝一度的凉水 还都是水管子里的 然后人家说 那边还想赛一场 去不去 去 还要去 要去赛一场 所以我们说的 生命在于运动 这个运动是指 狭义的体育运动 那么体育运动中 有一种是大众体育 我们都知道 现在街头 各种人 连老头老太都在那里做 那叫大众体育 但是作为竞技 作为一种体育 比赛 都是超复合的 这种超复合的比赛 一般情况下都是折瘦的 我跟有些运动员也聊 他说 他们这事都折瘦 尤其 大复合的超体力 比如 拳击 铁人三项 马拉松 等等 马拉松 你想这人一口气 两个多钟头 要跑出42.195米去 那这个 不是42.195米 那就两步就跨过去 就是42公里加上195米 那么这跑下来 我跑不下来 我跑下来就吐血 我有一阵子喜欢长跑的时候 那时候上班 上班骑着自行车 不骑 扶着自行车的后座 跑 一路跑到单位 那就是健步如飞 为什么能跑呢 不为什么 就因为瘦 人瘦都能跑 你看跑马拉松的 没一个胖子 你越胖越跑不动 你看那胖子 都跑到呼吹带 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 胖子都不灵 但是如果你这种大负荷的超 这个超体力 超强度的 肯定会影响健康的 所以包括拳击 你看这个拳击运动员 那当然有时候出事故的不算 说这个一拳给打飞了 打死了 这个 但是晚年的时候 这脑子 你想你这脑子 一共挨了好几万下 你说这脑子肯定是不好使 你脑子里头 甭管你有什么 这个头盖骨保护着 你里头那点东西也是软和的 跟那个跟豆腐似的 老这么晃荡的 不行 所以很多运动员 比如体操运动员 跳水运动员 什么的 退役以后伤病会很多 所以我们统计下来 看不出这种狭义的体育运动 对生命有什么好处 平均寿命 有的统计比正常人要少一些 所以生命在于运动 这句话 我们从狭义上理解 我觉得这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 你比如 我们举例 就是 比如我们作为平常人 我们看到一个报道 就武汉有个女士 这女士呢 这个为了减肥 卯足了这儿就运动 我告诉你 减肥一定少吃 一定不是靠运动 运动如果你拼命的吃照样肥 每天坚持跑步一两个钟头 然后有成就了 有成就以后有加大运动量 每天又跑三个小时 最后突然双脚酸痛 起床以后尿中带血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跟全公司的人 卯足了进去爬山 回来就说 他说尿的都不是血 是酱油 都是黑的 然后诊断为是什么呢 是一种叫横文基溶解综合症 这听着都很恐怖 说这个就是你长时间的超负荷 患的一种疾病 所以这个呢 可以证明 人的这种狭义的超负荷 超体力的这种体育运动 不延长寿命 所以我们第一个 生命在于运动的这个说法 就翻篇了 那么生命在于什么呢 生命在于劳动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 大量的长寿的例子 都是劳动人民 你比如有的这报道 说上山砍柴 下地干活 说是根标艺术更是一绝 说的是谁呢 说的是江西 江西武功山上 一个100岁的老人士 粗活细活全能干 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 说那老太太100岁了 自个儿还砍柴呢 说句实在话 100岁的老太太上山 砍柴是家里人不孝 他要说上山捡点柴 我倒认了 你说你砍柴 你想这老太太拿一斧子 再去砍柴 这事儿听着不是那么太舒服 但是今天的长寿的人 他大致都是这种比较偏远地区的 你比如巴马 巴马我去过 上次我说减肥的时候 就说过那老先生 老先生说的好 说你看你这长寿秘诀是什么 说没啥秘诀 就是吃也吃不饱 死也死不了 就是我告诉你 吃七分饱都多了 我上回说了 只能吃一半饱 你如果想减肥 你想长寿 你只能吃半饱 什么叫半饱呢 就是你吃完了饭 还得一步三回头 这就叫半饱 挺痛苦的 我这些日子就经常是半饱 就是看你什么都想吃 因为体重呢 减下这一部分 有点反弹 反弹 我有一条界线 是我自个儿画的 我过这条界线 我就不吃饭了 我就必须要把体重降下来 为什么 为了长寿 为了我们这期主题要多活 其实 我们今天知道这些 比较偏远贫穷地区的 有很多长寿老人 实际上是个大概率事件 当然它有空气比较好 身心比较放松等等客观原因 那么包括当地的一些饮食上的优势 它就 世界上就有几个长寿地区 比如我们新疆的长寿的老人 比如我们的巴马地区 比如我看到好像还有俄国的高加索地区 高寒 高冷 高寒人的新陈代谢就相对缓慢 你就能活得长 我们就要减少新陈代谢 所以这个劳动 但是大量的劳动 还是对人的身体 超负荷的劳动是有伤害的 我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都干过生后活 那都是累死人的 就是一旦卸下来 这人就跟大病一场一样 所以生命在于劳动这个说法也可以翻篇 那我们再想想生命在于什么呢 生命在于活动 看看我们不说运动了 不说劳动了 说活动 人得活动 活动手脚 老在动画 所以你今天看在中国大街小巷 一到晚上散步 还有什么广场舞 号称大妈舞 其实也真不是大妈舞 我有一年在昆明 事办完了正好是傍晚 我就钻进了一个小公园 公园里有几个男的跳广场舞 跳的比较诡异 我就没见过那么跳舞的 舞跳的舞姿都是销魂 就是他自个儿销魂 我们不销魂 那么这种活动也不是运动 也不是劳动 它就是一种活动筋骨 那么广场舞 它是这种东西 这种现象是早晚两头 早晨 我去过北京的公园 北京哪家公园 只要是早晨一开门 你一进去 公园里有意思 全是活动的人群 这人群一部分是活动筋骨 一部分人是喜欢表演 大部分人是活动筋骨加表演 比如跳舞 准有一围着一大圈 有的人上去一会儿一换装 自个儿还戴四五套服装 服装换的比较简单 比如刮戴一军帽 跳什么红旗闪闪 要不然脑袋上咣当 记忆养肚白 唱这个信天游 等等 就是简单的化妆 还有的人在里头 比如练唱的 练唱也是一种活动 比如练相声 我见到就那酷爱相声表演的 一个人对着一丛树 在那说相声 那相声要多不可乐 有多不可乐 但是他自个还得假装 人家有乐的反应 还在哀一鼓掌 说都不要鼓掌 自己别提多高兴了 所以我们就有了优秀的小品 最好看的是谁呢 是我们赵本山 宋小宝和海燕演的相亲 那不就是上跳广场舞去了吗 是吧 跳广场舞回来以后 赵本山还说 你那个属性不合 对不对 人说现在不谈属性 现在都谈星座了 说海燕啊 你长点心吧 我们有机会谈谈 生肖谈谈属性 那么广场舞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不仅仅是对你的身体好 就是你活动精骨 更多的 今天更多的是心理的好处 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就是他非常喜欢群体的这种活动 我们过去的群体活动呢 都是在单位 比如这是一家工厂 这是一个军队大院 这是一个医院 他互相之间 我记得我小时候出来 晚上出来 都是这些熟人散步聊天 今天各种小区来的人都是互相不认识 所以呢 大家就把自己喜欢的这个癖好 比如跳广场舞 晚上就靠着这一会儿集结起来 大家聊天 这聊什么天呢 我也没去听过 但我知道他们聊什么 他们就是聊那重复的天 每天说的话题基本上一样 就是小八卦 大八卦 一到时间就六神无主了 一吃完晚饭 平时都拖拖拉拉 一吃完晚饭 可高兴了 着急赶紧去跳广场舞 谁也拉不回来 甄嬛也拉不回来 芈月也拉不回来 他就不看了 他就要混进这个广场舞的队伍 我都去过 我这个趁着黑进去过 这个有一回我从这个北京的荷华市场晚上出来 看着堆着一群的人跳广场舞 我有点好奇 我呢就进去了 我这刚一进去 就一个人过来 黑呀看不清啊 就拍了我一下 跟我说这 我啥意思 两块钱 我说凭什么管我要钱 他说凭什么管你要钱 你听见这音乐没有 这音乐就得给钱 你给两块钱 我说 我不知道 又没钱 身上没钱 我不能说我刷卡呀 我微信支付我也不会啊 我这身上还真没钱 我又丧大眼 又从那里吞出来 我说我不在里待了 我出来 我远远的干着 远看啊 不花钱 只要你进了他们的那个区域 你给两块钱 我觉得公平 他跟我要少了 他要多了 我就包园了 今天你去看这种广场舞 大妈舞 你注意看 还真就不是一水的大妈舞 第一 里头有很多大叔 大叔干嘛去了呢 大叔肯定是找大妈去了 如果有大娘 就一定有大爷 大爷干嘛去了 是找大娘去了 这不是明白这事吗 那小年轻人混进去干嘛了 小年轻人去找大妈去了 小心点 进去干嘛呢 跟你套词 套近乎 跟你说专业 说你听不懂的 这支曲子如何如何 这姿势应该怎么样 跟您混熟了 我告诉你几个事会出现 第一个事有可能是卖保险的 第二个事有可能卖理财产品的 第三个事那就更悬了 就是卖保健品的 就是不能保健 也伤害不了你的保健品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这小年轻人混到大妈队伍里 他一定不是奔着人去的 一定是奔着人兜里那钱去的 所以要小心 生命在于活动 这句话呢 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 我们不能证明你 这种活动能让你长寿 对不对 那么有人就提出 说生命不是在于活动 生命在于活动这事也得翻篇 生命在于什么呢 生命一定在于蠕动 听明白了吗 蠕动 虫子 蠕动 慢慢的蠕动 这事是不是有道理呢 我想了想有道理 他比活动好 他要慢 长寿的东西都慢 你比如蜗牛 比如这个王八 咱不能把自个儿比喻成王八 龟 龟可以 龟兽嘛 龟虽兽啊 龟虽兽啊 就是龟就活得长 都是慢动作 他那动作像 像这电影拍出来 放的慢动作 是吧 所以很慢 要长期练习 所以我们的人 开始学会了蠕动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太极 你看太极就慢 一定是慢 说没有太极 没有这样的 那全是猴拳 一定是慢慢的 这太极 慢 这就是蠕动 还有什么呢 这些年呢 最为流行的 瑜伽 瑜伽也是慢的 很慢的 在那 很慢 有时候一天半天的都不动 瑜伽还有很多种 据说还有这个热瑜伽 还有裸体瑜伽 还有什么各种瑜伽 反正我都没去过 那么这种练习呢 它是让你静下来 就是你又不感到 不是那么很累 然后呢 又能够排忧解难 能排除烦恼 收获这种心灵上的一种宁静 我们因为处在这样一个 分杂的社会 每个人身心呢 都比较混乱 比较疲惫 生活 工作 竞争激烈 生活节奏如此的之快 然后呢 你每天都跟上级的发条似的 所以呢 你每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工作中的问题 生活中的问题 不愉快的事很多 你比如我吧 我有时候说 本来我从我们家出门 到单位 我最早 这个不到20分钟就到了 现在得走三四十分钟 为什么呢 因为路上加了很多障碍 这障碍也不是谁加的 每加一个障碍 就让我在路上增加几分钟 那么这些年来 我算了算了 加了七百个障碍 我的上班时间 无形的就翻了一个跟头 那我就不明白了 加这障碍 有什么好啊 只是让我们效率降低啊 我这身心就变得非常的疲惫 所以没有办法 那就静下来 这个想想 打不了实际的太极 心中也得打一太极 把这事给化解了 所以生命啊 就提倡这种慢生活慢运动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古怪的词 生命在于蠕动 你信不信 是你的事 其实我也不是特性 因为我看到那个长寿的人 都不是生命在于蠕动 而是生命在于不动 他干脆就不动 我见过一百岁以上的人 基本上都是这路子 每天在家门口一坐就是一天 看人来人往 搬一本那儿 在门口一坐就是一天 有的那老太太在家里 什么都不看 看墙 看一天 不动啊 人都活一百多岁 比如 我想尝尝 我想多活 就找这个活到一百岁以上的人聊天 沾仙气 你比如我一有机会就去 我那朋友 老丈干子活一百多 我就找你们老爷子聊天 别去跟他聊天没劲 我说怎么没劲呢 说我告诉你 你跟他聊天没劲 你怎么听不懂啊 你跟他聊天 他跟你说最近的一件事 距今五十年了 你跟他聊得起来吗 说那老头说的事 咱都没见过呀 说老头一说就我年轻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没生呢 怎么聊啊 这天聊不上 后来我说那老爷子有什么特点呢 说老爷子有什么特点 说我告诉你 天塌下来 老头该吃吃 该喝喝 该睡睡 天塌下来不影响睡觉 哦 我明白了 这身心呢 就要彻底的放松 比如我去年 我去年六十岁 但我六十岁的时候 我要办一事 我生日的那天 所有的人说 咱是不是度个生日啊 我说没有 不请客 不吃饭 不接受任何礼物 我这一天要看一个人去 看谁呢 看我的接生婆 我的接生婆 还活着 一百岁 给我接生那年 她四十岁 我的完全的出生档案都很完备 我生下来是什么时候我妈开始阵痛 不是我阵痛 我妈开始阵痛 什么时候有公缩 什么时候我生出来 我生出来有多长 体重有多少 如何如何如何 非常详细的一份档案 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60年前 61年前 我生在这儿 因为301医院的前身是协和第二医院 所以它档案做得非常好 当年301最初就是协和第二医院 后来给转成了解放军总医院 那么协和医院的所有科室的技术尖子 一分为二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林巧智大夫 就留在了协和医院复展科 给我接生的叶惠芳大夫 就到了301医院 就是协和第二医院 我就运气好 赶上了叶惠芳大夫 给我接生 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我去看老太太 老太太的声音红亮 三月份 三月22号北京还是比较凉的 老太太穿一拖鞋连袜子都不穿 我当时觉得老太太身心红亮 身体真健康 跟老人家聊了很久 当然老人家不认得我 也不知道 也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 都不认识了 老太太太